Hello 大家好,我是骨神经科,一鸣器医生 今天想和我们的考试会有什么部分 一开始来说,学科发炼之后,我们会有一些不时 当我们不时训练,我们会打个临床 我们会问诊,因为其实问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可以给到很多不同的资讯给我们 那部分需要安排不同的测验给不同的病人 当我们有了医生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要决定用哪一类的测试去帮病人 例如一些骨科的检查,神经的检查,肌肉的检查 部脂的检查,各方面 到这些检查之后,我们会遇到一些影像科的测验 例如如何去分析一些X光片,例如MRI 甚至乎有些更加先进,例如CT、OITO症 这些影像,我们都需要去认识 以及知道如何去找到病人的问题 之后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去成立一个治疗方案 去建议给病人,用什么仪器,用什么技术 病人需要看多久,康复情况去到哪 这些都是考试其中一个部分 这些通常在我们毕业前都会有几次大规模考试 一次过将我们几年的学习所有的资讯 对于一次过去考虑 当我们的不史和这些临床考试合格之后 我们才可以成功毕业 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在脊衣协会 去了解更多脊衣的课程